国道路面一片狼藉 车体碎片散落满地 蓝色货车被撞到扭曲变形 驾驶竟直接抛飞 摔出车外 国道3号南下112公里 新竹苗栗交界的香山路段 30日凌晨1点多 发生惊险死亡车祸 一辆自小客车 疑似因为分心驾驶 追撞行驶在中线车道的蓝色小货车 导致货车失控撞及护栏后 翻倒在外侧车道 57岁正姓男驾驶 摔出车外当场身亡 云林土库段也发生离奇追撞车祸 车祸现场 一辆发财车 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挡风玻璃碎成一片残渣 驾驶也受困车内 29日深夜 一辆载运钢筋的半连接车 行驶途中 在后方一辆小发财车追撞 年约40岁的发财车驾驶 被救出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消防人员将人抬上担架 紧急送上救护车 患者男性差不多30到40岁 这两起追撞事故 都是发生在凌晨以及深夜时段 除了留意安全距离 更不要疲劳驾驶 降低事故的风险 记者新竹云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